你搞不到的呀 那他現在不一樣是拿出來賣的 說是拿寶石換那就是說明可以賣 白霸天抽到兩次沒抽到過黑霸天 白霸天還能抽出來啊 真的假的 感覺星紅一直短不知道為什麼 視覺效果 好煩啊狗熊的 還是打他得小心一個 得謹慎行星 一年反養次都是最少的 你們說是限彩對啊 這東西沒有的時候你就會覺得他特別好 等到你有的時候好像也就那麼一回事 主要是太多人都有了,哇這能電到我 主要是太多人都有了 太多人都有了 這家人不走我那一拳 這麼屌 這什麼東西啊 別別別別別別別 你吃了人頭就不要封我經驗了 這總一定要把男槍趕走 因為對面雙標了 你不把他趕走你會少很多經驗 這等於白抓 記得啊,能趕走就盡量趕走啊 因為你雙刀交了 然後你幫他勾引了一下 把他把人趕走 你把他,你幫他勾引了一下把他把人趕走了 這道理上也說得過去 他拿一血就可以 人頭打也可以吃 但兵線 前期盡量不要給 給的有點傷 這裡可以不用回去 這不會轉那一拳 很多狗熊,你們打狗熊 Q1,你Q2就空放就行了 你不是優勢就不要主動Q1 你就像這種對吧 你就空放二段就可以了 你不用Q1追上去 這個時候可以追上去但是沒打的 哇操這東西不是削了嗎,怎麼跟沒削一樣啊 一套我要死了 他黑狠 一套我就快死了 好虧,還好不虧 看起來像虧了 但是沒什麼虧 他的血量他可以反殺我 你們信不信 要先等他先死 他把技能交完這波 我就可以 但是 但是你不能 先交技能打他 他血量殘的話 你不能先交技能打他 你先交技能打他 你打不死 現在我來了我又爬了上了半壳 因為他一旦 他一旦那個盾頂住的話 然後W撓你 他佔留你的話 你後續跟他平衡也F過 然後他W吸口卷就沒了 還行還行 就這個主播有進步 我覺得我最近技術有進步 因為我可以邊跟你們聊天 邊補炮車 以前跟你們聊天都是補不到炮車 打狗熊 第一件好吧 出這個 出黑切 出CD 不要出鐵刺邊 你想 你想把他按在地上錘 你就第一件黑切 你第一件黑切他買什麼都打不過你 但有個前提是 你買黑切你 你一定不要跟他貼臉 就是你 你每一次打他Q1Q2 能炸一刀走就炸一刀走 你就打這三段 三段傷害夠多了 然後等到他三分之一血 你確定能秒他有點燃在上 就是你不要跟他打一波 打一波打不過 我覺得狗熊要是把那個E的CD砍了才是最要命的 還是秒不掉 他這裡開個大800多 但是凱因來就不一樣 兩個站著被我吸 他打不過我 嗯 你有點燃我也有點燃 不過還是削了一點的他尤其是那個E他削了點傷害 他至少還是削了一點 要是他不削我吵後果不堪色想 對線都不好打 打鐵男能出黑切嗎 我打鐵男現在基本都出黑切 太好用了 哎有沒有聽了我的建議打鐵男出黑切的 兄弟有沒有就暴打了有暴打了扣個E我看一下反饋 有沒有聽有沒有那那這這這段時間看我直播就是 打鐵男出黑切的就 就有沒有 有沒有就就第一件出黑切就發現 世界不一樣 是吧 被暴打 我的 被暴打 你別去跟他幹一波呀你跟他 打他扯人跟他幹一波幹嘛 被暴打 那我這臉上無光了 打諾手的第一件黑切打諾手不用 這臉上無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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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幹爛了 壞了 你們怎麼被幹爛了 這不是你們操作有問題 沒理由的 沒理由 然後他和永恩換線裡被打爆了 啊 打狗熊就出CD了 你需要 就賺得快點 因為從輸出 輸出的性質上來講 劍魔 算是個中遠距離輸出的英雄 他前期偏中遠距離 然後中後期偏 近距離跟 中距離 他的英雄是這樣的 比如說你前期對劍 因為你不能被他禁神 有的意思說你不能被他禁神 但是他傷害又不是說像諾手這種 你打諾手你要先買這兩個你就很難打了 因為你傷害不夠他要是做肉的話 你對劍傷害不夠你就算 黑切裸出來了 你也不好打 所以說 學一下 但是我跟你們講打狗熊為什麼買多藍劍我要給你們解釋一下 買多藍劍附輸之風然後帶一個魔抗 你一級打狗熊是可以學藝的就是狗熊不是有一些喜歡 帶多藍劍嗎就是他如果打線上的話 你一級可以學藝啊你學藝躲他的藝 然後你補你的刀就行 一般一級他是不會跟你打的 你會切他就完全打錯了 不可能再打得過 但是這東西還是一樣不好打 打船長怎麼打 打船長就一個思路 他要補刀你就去 你就去逼他 往前走位給他壓力 但是你要確定他要補刀 你要確定他要補刀 然後你就上去 你就上去壓他 他不補刀的話你就 蹲著兩個草 就行了 我操這人在幹嘛 你怎麼走過來死了 劍擊怎麼打 劍擊看開局 你開局開好就容易 你開局開得不好就很難 打劍擊三級全都看你的 都看你的開局 就是你一級的開局 他怎麼不咬我 永恩好打嗎 永恩我碰到我都秒了 我都秒了 我不想跟這英雄打 看到沒 你出黑切打這個英雄就跟玩一樣 很痛 賊痛 當然我這把是因為南槍 前面幫我了 我們前期小蓮了一波 但主要是南槍來了我就要去勾你 之後去賣一賣自己 那個煙霧彈還挺關鍵的 前面他第一波那個煙霧彈 這麼濕滑的AE 這版本奧拉夫沒法打 奧拉夫好打的 你們打不過奧拉夫嗎 我等一下可以給你們解說一波 我可以把那個 我打峽谷打 不對不是打峽谷我可以我可以把一把打那個 其他區域把奧拉夫 講給你們看一下 我少來射了吧火箭我 奧拉夫好打我跟你們講一下思路你們就知道怎麼打 應該沒有人會比我更懂打奧拉夫 我打奧拉夫 那是盤古紀元 什麼叫盤古紀元就是 就是那個時候大家都不會玩建模的時候 就我已經會打奧拉夫了 能懂我 就我已經 我已經懂了很多而且那個時候 我打電機也是我可以給你們講一下 我等一下 給你們講了思路 其實蠻簡單的 思路很簡單 特別簡單 就兩三個思路你也是打奧拉夫也是把開局做好就好 把開局做好就沒機會了 但是我現在還不能講 我得打完這把遊戲 我要 順著我的那個路過講 少個贏 其實打奧拉夫也可以做黑切了 第一件 打奧拉夫第一件也可以黑切 這東西打人特別痛 順便講一下章魚媽也明保 好好好 好好好 我太痛了這東西 這東西打得太痛 我還沒去打團 這東西真的打得太痛 很多人都忘記 忘記黑切建模是什麼樣的 建模 建模傷害第一件最高的裝備就是黑切 哦對了我這麼跟你們講吧如果你們 最近你們不是那個 挺多人說神分嗎 如果你要出神分 你真要出這個裝備我建議你第一件先買黑切 你第一件先買黑切再買神分 因為神分的那個小劍不適合對戰 以前我 以前我那時候S11剛改的時候 我那時候打武器 打到後的時候我打武器就從那玩意打過 後來我發現還是戰斧厲害 戰斧穩定一點 主要有的時候神分你A不出來 要A不出來那一下很煩 神分那一下A不出來真的挺腦熱的 腦火 你可以回血但是就是A不出來 不要看見了我操我野外露出啦 真勾我 哎喲好煩 差一點點輸出 他身上5000塊錢沒買裝備 哎呀野外露出啦 被看見了 不過你們也可以看到黑切地獎傷害了 不過我等級太高了 還好 就查了一下 所以到底有啥罪康可建模 武器劍擊刀妹 青鋼影 墨守 鱷魚 綠紋 猴子 綠紋刀妹 劍擊 青鋼影 武器 鱷魚 墨守 石頭人 凱南 野獅 船長 奧拉斯 還有誰 牙水 狗子 永恩 舔南 舔南不怎麼counter 他只是難殺的不counter 反正上單常見的都壓箭模因為他們 不好打 我跟你講分段低 顯示不出來有什麼但是你分段高還有狗熊 分段高 分段高就特別明顯 分段高 分段高真的特別明顯 分段高的話就特別明顯 傑斯前期壓制 你等級起來你好打的但是 但是他 傑斯打傑斯就是 1、2級他是有優勢 3級過後你學2GQ就是你有優勢 之後都是你優勢但是呢 他新蟲出來了你就 你就打不過了 因為他新蟲出來那傷害太高了 又有優勢 又有吸血 還有護盾 還有百分比 你就打不過了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發現傑斯這東西 他只要新蟲一出來就打不過了 奇怪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這傷害最高 狼人 還有一個狼人 狼人對還有一個狼人 樹子怪三劍克 晚豪狼人狗熊 都不好打 狗熊算好打但不好殺 哎喲 壞了失誤 哎喲 壞了失誤 怎麼都不敢殺 白卡 猴子好打 哇操真的假的我現在把把搬猴子 猴子的東西 一級他厲害 二級他厲害 三級他厲害 四級開始你可能稍微可以打一打 但四級前你還是打不過 但是到六級之後就一直是他厲害 除非說 你要先等他放病 就是 首先他要 就把他打你他不能全技能都幹 但是話又說回來 他的技能冷卻都比你快 你怎麼打都打不過他 太難打了 打納爾也不好打 納爾手長當然不好打 納爾是個長手 他當然不好打 回點血 變魔大招不值錢 有的開就開 反正賺挺快 我們CP高 還能把我頂開的 這沒人去打 哎 巨魔把我頂開了 是吧 巨魔把我頂開了是吧 哎呦有內鬼 我操 這巨魔把我頂開 我怎麼有個柱子 誰的 他把我頂開了 他把我頂開了 我操 他把我頂開了 3 延遲4個 延遲第5 我打了主安 上海的最好 最好都是玩主安 玩主安 會比較好容易操作 別去玩延遲太高 延遲太高有的操縱打不出來 哎拿下拿下兄弟們 大點吧觀眾 好嗎